陽光基金會在33年前成立的時候 其實是為了一群怕見陽光的人 希望能夠把他們帶領到陽光下 跟你我一樣可以自在的在社會上行動生活 我們這次在高雄博二所舉辦的這次活動 因為博二它是一個文創的園區 所以我們比較是往跟創意設計類有關的部分做規劃 我們像有臉部彩繪的部分 因為其實我們很希望說讓民眾可以就是驚豔一下說 當你的臉上有一些不一樣的東西的時候 大家感覺或是什麼 我們一開始對陽光基金會我們也覺得說 它好像只有在處理燒燙傷 可是原來我才知道它提倡這個臉部是很熱情 其實真的要霸離的人 只要你有一點點特別就會想要霸離你 然後其實回到家就是又不想讓爸媽擔心 就是自己都會大哭 就躲起來大哭趁洗澡的時候 因為沒有人會聽到 就是雖然說真的外貿是給人的第一印象 可是我覺得說要體認到這個人真正的價值 我還是要去了解他 因為畢竟這個人他一定會有他的能力所在 然後他所擅長的部分 三 七 對 六 三 四 四 四 五 四 五 五 六 五 八 五 現在愈來愈開明跟進步的這個社會 我們不再談接納 接納其實有不對等的關係 我們談的是平權 平權很重要 因為每個人剩下來都應該要有 同樣的機會跟權利 每張臉都是獨一無二的 那麼我們必須要尊重每一個人 他都有他獨特的一個 內在的一個潛能 透過我們這樣裡面的傳遞 讓整個社會都能夠更加的友善 二一 耶